金马奖颁奖典礼21号要举行 那我们来看看五届准影帝 其实呢这个背后都下了很多的真功夫 像是天王郭富城透露把戏演好的感觉 真的最爽快 台湾入围唯一代表李鸿奇说 因为常常在菜市场取景 还被阿姨误认为他在拍乡图去 那么另外这个大陆演员董思剑自曝 他曾经为了融入角色 一个多月没洗澡 全身都是跳蚤呢 我要做一个更优秀的演员 才会对得住金马 已是两届金马影帝的郭富城 今年再度入围 他不忘提醒自己要当个好演员 芯片踏血寻媒 他化特殊装扮警察 标演技让他很过瘾 当你演得非常好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最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 完全可以让我去爽够 我希望 你 这辈子就能过得好 年纪轻轻的董子剑为了融入角色 到偏僻小镇体验农村生活 自曝一个多月没洗澡 一个多月的拍摄都没有洗澡 然后我身上的跳蚤已经多到可以做武器 比如说你欺负我 我拿手一甩 你就会被跳蚤咬 就会有跳蚤甩到你身上 今年唯一代表台湾角逐影帝的 则是新秀李鸿奇 长时间在菜市场取景 还被误认在拍乡土剧 因为我们是在市场拍 有一些婆婆妈妈过来说 你们在拍戏啊 你们在拍哪一台啊 哪一台电视 就是说哪有啊 哪有在拍戏 以烈日酌心获得提名的邓超 有场戏被刑刑 他坦言真的有死亡的感觉 知名导演冯小刚 转换身份当演员 获得金马肯定 他自任和片中角色很相近 五位准影帝竞争激烈 金马最后落到谁手中 肯定让评审伤痛脑筋 介络中文台北报道